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网友还想起高老板在六一儿童节晒出的照片 高老板还自己调侃脑袋还不小 有网友就评论道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式火夫 高峰则回复道脖子不粗高老板好悬失去相声这个职业 除此之外下周的演出上九夕和郭肖瀚也将回归小剧场 让不少网友期待 上一次上九夕回到小剧场演出还是在天津德云社周年庆的时候 不知道这次回归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精彩演出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